一次性戒烟危险吗? 医生提醒,二种戒烟方式不可取或有害健康,想象一下若干年后的你,回首曾经每日必做的是点燃一支烟,吞云吐雾,你是否会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戒烟,或者是否会后悔因为戒烟的方式不大,给身体带来了更多的伤害。 一,闪电戒烟的风险,从明天起,我再也不抽烟了,这样的誓言听起来坚定无比,但是真的安全吗? 这种突然停止摄入尼古丁的行为,被称为闪电戒烟,它听起来像是一种快速而决绝的解决方案。 然而,医生们并不买账,突然停止吸烟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一系列阶段症状,焦虑、烦躁,注意力不集中乃至抑郁。 这些症状能够严重影响日常生活,并可能促使人们重新点燃那支解乏的烟。 更为严重的是,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,闪电戒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异常波动,甚至增加心脏事件的风险。 二,替代疗法,误入歧途。 在戒烟的漫长征途中,尼古丁替代疗法NIRT似乎是一座灯塔,为那些试图逃离烟草成瘾的人们指明了方向。 通过使用尼古丁贴片,口香糖、吸入器甚至电子烟等产品,NIRT承诺以更平缓的方式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需求,最终达到彻底戒烟的目的。 然而,替代疗法的利与弊却常常成为辩论的焦点。 替代品的初衷固然是好的,但不可否认的是,一些使用者从吸烟的尼古丁依赖转移到了替代品上。 在某些情况下,人们发现自己戒掉了烟,却变得离不开尼古丁口香糖或贴片。 这种情况下,尼古丁的成瘾并未真正被戒除,仅仅是依赖的形式发生了变化。 这样的成瘾替代,虽然减少了吸烟带来的许多健康风险,但它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尼古丁的依赖。 仅仅解决物理层面的尼古丁需求是不够的,因为吸烟行为本身也涉及到心理依赖。 烟民在特定的社交环境,情绪状态或日常习惯中寻求吸烟作为慰藉或奖赏。 替代疗法可能无法解决这些心理层面的需求,导致戒烟者在遇到压力时, 依然会想到抽烟作为应对机制。 虽然Nert显著减少了吸烟相关的某些健康风险,但它们并非没有任何副作用。 尼古丁贴片可能会引起皮肤刺激,尼古丁口香糖可能会导致核骨问题, 而过度依赖电子烟也有潜在的健康风险,尽管对这些风险的研究还在进行中。 这意味着,即使是Nert,也用在医疗监督下谨慎使用。 尼古丁替代品的成本也不容忽视。 对于许多人来说,长期购买这些产品可能会成为一笔不小的开销。 在某些情况下,这可能会增加戒烟者的经济压力, 尤其是在没有适当的金融支持或保险覆盖的情况下。 三,戒烟的正确打开方式。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,戒烟的真正目标是什么? 不是简单的停止吸烟,而是追求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摆脱对尼古丁的依赖,这需要一个合理的计划,也需要一个正确的心态。 戒烟的过程可能是曲折的,但它绝不是一条直线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意志力,更是科学与智慧的结合。 戒烟初期,尼古丁的缺失会让我们的大脑发出强烈的求生信号,就如同饥饿时的求食欲望。 但我们要知道,这只是长期吸烟所建立的生理习惯在作祟。 理解这一点,我们才能正确面对那些阶段症状,而不是盲目寻求替代品。 烟饮不仅是身体的依赖,更是心理上的习惯。 我们需要新的生活习惯来取代那个空缺的烟雾事件,无论是运动、阅读还是其他爱好。 找到那些能让你审进其中的活动,会让戒烟的道路不那么孤独。 不要低估家人,朋友乃至戒烟支持小组的力量,他们可以为你的戒烟之旅提供宝贵的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。 当冲动来袭时,一个电话,一条信息,或是一次深刻的交谈,都可能是你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。 戒烟不是结束,而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,我们讨论的不是简单的阶段,而是如何用健康、科学的方式,让生命重新焕发光彩。 在这条路上,不要被那些看似洁净的方法所迷惑。 真正的戒烟不是一个短暂的行为,而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态度,当你选择了正确的道路,每一次深呼吸都会告诉你,那些努力是值得的。